有請本次展覽的主角 您帶袁先生來一次談刑事 今天我要借你舉辦我的個人展覽 能得到大家的光臨和幸福 我願意來歡迎大家 我願意在這裡舉辦我的展覽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老師 多年的教導和關心 尤其是感謝陳金江老師 楊西雄老師 他們為我落實了一個展覽 因為我作為靈蘭畫派的後來人 能在靈蘭畫派今天辦 辦這樣的展覽 我是蒙蔽不求的 不是在想高興 廣東美術學院是我的部校 另外 老師們是一位藝術大師 在隔山之下有幾幾多多 藝術高山情人結帥 在這裡舉辦展覽 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場 因此我有一定的壓力 我很在意我的話 在大家心目中會怎樣看 也很小心翼翼的 擔心自己在 會在恐怖紀念田 敗物文章 搬門 總之希望大家多一點 交流多給我的意見 讓我有一個進步的機會 我從小就畫畫 到現在不及不表 已經幾十年了 而藝術的追求 好像是不進的 他不進 潘不克進那個鏡頭 曾有一段時間 我曾經 連了其他眼睛 沒辦法畫畫 為其往事 心裡也感覺到很往事 廢話 在大陸是無其能拒絕 和需要時間 缺少了 並且一點允許 和兼許 也許會贏到今天 請請 感謝老師們 祝大家一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等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來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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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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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 m'as dit j'ai rendez-vous dans un sous-sol avec des fous qui vivent la guitare à la main du soir au matin Alors je t'ai accompagné, on a chanté, on a dansé et on n'a même pas pensé à s'embrasser aux Champs-Elysées, aux Champs-E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Elysées Hier soir deux inconnus et ce matin sur l'avenue, deux amoureux tout étourdis par la longue nuit Et de l'étoile à la concorde, un orchestre à mille corps Tous les oiseaux du point du jour chantent l'amour Au Champs-Elysées Au Champs-E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Elysées 中國國畫家林在元,今天在自己的母校廣州美院辦個人畫展 這次展出了54幅山水畫,是他近三年來創作的作品 林在元於2005年移居加拿大 但在今天展出的近期作品中,不少还都是内地知名山川的景色 一路過,林在元就密羅緊固地投身於畫展的活動 雖然不長居國內,但他依然眷戀著故鄉的這片研討 10月21日,在廣州嶺南畫派紀念館舉辦的畫展 展出了他多年的心理之作 中國畫畫家林在元是加拿大華人,原籍廣東中山 他1975年不列於廣州美術學院國畫系,得度過關山月、黎雄才 楊之光等嶺南派國畫大師的指導 然而,在海外定居的時間裏面,醉人的外國風景深深感動著林在元 他寫身的足跡遍佈加拿大的洛基山、美國的荒山野嶺和夏威夷 他試圖用中國水墨技法去描繪異國山水風法 在今次畫展裏面,八尺作品藍岳重途取材於林在元1985年到恆山的寫身 筆勒閒淑,水墨淋漓,虛實雙兼,營造出一種優靜,神秘,長途的藝術結構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山網收藏頻道,我是小萌 今天我們請到的嘉賓是中國溺南畫派山水畫家林在元老師 林老師您好 林老師是著名畫家林介茹、觀山樂、黎雄才老師的學生 那麼林老師在2005年就移民到了加拿大 他把海外的山水風景用嶺南畫派山水畫的畫風體現出來 2014年10月21日至28日,林在元老師在嶺南畫派紀念館 進行了長達7天的畫展 林老師,那這一次的畫展您主要是展出了什麼樣風格的這麼一個畫呢? 基本上是嶺南畫派的畫風 用中國的鼻墨去表現海外的風景 這次的展覽一共有多少幅作品呢? 一共是54幅作品 因為我的作品比較大 有八十雙、有六十雙、有四十雙 最小的就是上面啦 一般是以六十雙為主 第一眼看上去是中國的山水畫 但是如果仔細的看的話 他會發現很多的一些元素 居然是國外的一些元素 我想老師看到自己的學生這麼有成就 從海外回到自己的母校進行自己的繪畫創作的 這麼一個展覽應該非常非常的欣慰 您呢,當時為什麼會有這麼的一個理念去進行創作呢? 現在那個時代啊 中國文化,或者西方的文化 已經交流互相,互相在哪裡學習 已經是很普遍的了 但是作為我們中國文化 而且是傳統的中國文化在海外 現在還是起步 還剛剛在哪裡產生影響 我是說中國話的 說中國話呢 西方西話油話 跟我們拉得很遠很遠 如果作為東方跟西方一個文化交流 有一條橋樑吧 那我用中國話的筆墨 用中國話的傳統去畫 那就給人家一種非常新鮮的感覺 大家感覺到 哦,原來中國的文化藝術是這個樣子的 嗯 所以呢,很多海外的人士 不管是他是學藝術的 還是京香的 他們一看了,感覺很新鮮 參加我去看我那個展覽呢 在我那個簽名簿裡面簽名的 有十七個國家 都用各個國家的語言文字來寫它的感覺 嗯 都完全都,哇,感覺很震驚啊 中國,用中國的那種文化來表現我們加拿大 比如說我們北美,比如說我們美國 可以如此神奇 有些外國人就問我 說你這個畫 那個黑色是什麼油 因為外國人就油來畫畫的油畫嘛 問我這個是什麼油呢 我說不是油,是墨 墨呢,比油好 因為油,油畫的油呢 我們聞起來啊,一種味道 但是,我們中國畫的墨呢,是很香的 嗯 那它有薄荷的嗎 那個墨很香 你畫畫的時候你就感覺很舒服 看的時候也感覺很舒服 所以這種東方的文化到了他們哪裡呢 他們很喜歡接受 嗯 我就想呢,作為一個文化交流 我們第一步就要走這一步 讓大家接受 您這個理念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用自己 用繪畫的這麼一個方式 把兩個國家的這麼一個文化交流 文化給融合起來 其實這不僅僅是對一個文化的交流 也是通過文化交流 來促進兩國的這麼一個交流 所以我也非常非常的欣賞您 那這一次我知道您在廣州的這次展覽 受到了很多人的歡迎 很多人的慕名前往那個展覽館去進行觀看畫展 那麼您在畫展的時候 見到老師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 哎呀,很高興 因為很多年沒有見面了 啊,原來我這個小青年進去美術學院 到現在也一百年級了吧 哇,老師那個已經八九十歲了 有些老師還還先走了 哇,沒有見到了 但是呢,一見面大家都很高興啊 很清淑 啊,所以很多我開幕的時候 很多老的老師都出來參加 很多同學、老同學都出來參加 嗯,所以場面還是很熱鬧的 嗯 我的畫都是畫北美外國的那個風景 到海外風景啊 動物、職物 各方面的都是海外的那種文化的元素 也參透到我的畫裡面來 甚至也包括了台灣 台灣的風景 也包括在裡面 那他們看到的也新鮮 中國的山水呢 它具有自己的一個獨特的一個特色 那麼國外的山水呢 用這種方式 用山水畫的這種方式來表現出來 真的是讓我們 又看到了另外的一種風格 所以呢 他們看到新鮮是正常的現象 那我也聽說您馬上也要去北京了 對 您去北京做什麼呢 我去北京呢 主要是中央電視台的國際頻道 因為去年呢 我在中山搞了一個歌展 這個展覽 他們知道了就來看 看了以後他們感覺很好 所以呢 今年我回來展覽呢 他們就想邀請我去 想了解 也向大家報道一下 一個娃人在海外是如何畫畫的 是如何生活的 尤其是我呢 畫畫呢 就跟別人有點不同 因為我在廣州美院讀書 都是以寫生為主 我們是重視傳統 因為我們領南華派對北宋的那個畫風 我們很喜歡 我們進行了這個傳統 到明代我們都很吸收這個營養 但是呢我們也很重視寫生 其實啊很多人都誤解 以為我們中國話寫生是近代的事情 不是的 我們中國話很早很早就寫生了 比如一個很著名的那個唐詩裡邊 單親人就寫到 朝幹就還是逢家事別寫生嘛 所以我們幾千年都在寫生 只是我們有時候我們的寫生 跟希望人的寫生不同 我們的寫生不僅僅是外在的那個外表 我們還有認真的是領位這個教型 把它的意 把它的感覺融在心裡邊 我們是這樣來寫生的 跟外國人不同 所以我們中國文化的特點 其實我們幾千年的文化 很多都是積極的我們去進行去學習的 對 嗯 那麼我也想了解一下 您這一次啊 您看到您那些作品呢 都是以山水畫為主題 都是一些國外的風景 那麼您接下來有什麼打算 接下來在創作這個風格上 您有什麼樣的一個創新呢 因為瓦瓦來說 就是說我們不僅僅畫山水 人物、花鳥、山水 我們同時都要去研究 人物呢 很重視那個造型的準確 這個是一個它的特點 花鳥呢 作為鼻墨的表現 蓋果融在山水裡面 山水呢 它畫的東西很大 比如它可以長城內外 以及從南到北都可以收集在瓦裡面 從那個海面一直畫到高山 一樣可以把它挖進去 所以山水呢是個大物 林老師呢 本次在廣州美醫院的展覽非常非常的成功 引來了社會各界的強烈的關注 那麼我們也知道林老師馬上要前往北京進行採訪和專訪 我們在這裡呢我們祝願林老師的北京之行一切順利 同時呢也祝願林老師在未來的作品創作中能夠多出精品 好的 再次感謝林老師 好的 再見 大家再見 大家再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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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